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诸解的第二段 我无边一鸣四修,立四句执意。 公为一旨一朝之儒,得为提用远章。 是此经教义,离四双荣,信修不二,能一朝直入之修功,成就提用远章之信得着。 此时将无量无边功德,愿自行者说。 若也立他,则有令人臣提用无边之三身,以利益重贞同贞菩提。 这一段意思说得很圆满。 师尊在这个经上,就教义这一方面来说,这个经由不可思议,不可乘量,无边功德。 说了这个三句。 无边是说明四修,在四项上的修持。 那么这部经叫我们在四项上,四项就是执日常生活,工作,厨师,待人,节目。 也就是我们生活全部的活动。 行门的纲点,就是五度身心。 无助就是立相。 立一切相。 这个地方用四句,就全部都包括了。 四句是有相。 无相。 无相。 无相就是空相。 也有有无,非有非无。 所以这个四句,就把一切法相全都包尽了。 公。 公是讲的功夫。 我们修行的功夫。 实在讲的,功夫就是立相的功夫。 都是立相,真的。 有秦深、次地不同。 在这部经上,尤其说得明显。 从孝尘、粗骨、虚脱管,就立四项了。 这个是功夫七年的。 到等着菩萨,他们修的还是立四项。 这是古德教我们的。 教人的。 放下。 放下。 再放下。 还要放下。 就这个意思。 功夫浅身背影。 那么一知道等着菩萨呢, 要不要放下呢? 还要放下。 那放下什么呢? 最后一品身相无名。 那个放下才成功。 那么由此可耻。 金刚经确确实实, 单刀置如啊。 直接了当啊。 菩萨行没有别的。 放下而已啊。 你能放下一分, 你就多看破一分。 多看破一分呢, 你就又多放下一分。 这个看破跟放下相伏相成。 它是循环的。 互相帮足的。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功夫啊。 所以,一朝之如。 超超越此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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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讲的德。 那个德就是如了。 如。 如来古地的境界。 底下讲的德, 就是得到。 你一分功夫, 你就得一分。 得到什么呢? 提用元帐。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德勒就是禅家所讲的见性。 见性。 提是性体。 用是性的作用。 真心。 真心。 本性的。 提用。 云云满满。 都昔露出来了。 这个章啊, 就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表现在什么地方? 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像释迦牟尼佛在今初给我们所实现。 注意持播。 就是提用语言帐被虚菩提尊者见到。 虚菩提能够见到? 我们要想得虚菩提入了这个境界。 他要不入这个境界, 他怎么会见得到?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 我们没入这个境界。 所以入这个境界,就见到。 因此, 这一部经的教义, 离似双容。 离是无读, 似是身心。 无读身心。 身心无读啊。 是一不是二。 离跟四融成一体了。 信修不二。 信德跟修德。 信德是离体。 修德就是无读身心。 无读身心。 能以一朝植入之修功。 修行的功夫。 这个一朝植入的修功啊。 就是无读身心。 身心无读啊。 就是这一句。 成就提用元帐之行得。 华言是华言经题上讲的大方光。 无量寿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修。 都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显示无读。 那么这些话。 都是将无量无边的功德。 从自己修正这一边来说的。 自受用。 我们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 自己得到的受用。 如果要是说利他。 功德也是不可思议。 不可诚意。 无边功德。 所以若因利他。 再由令人臣提用无边之三身。 那么怎么利人? 利人有两种方法。 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为人引说。 引是表演的。 我们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的。 那叫引啊。 说是解释。 这是两种方法。 主要想的。 一人说是两种方法。 不是一种吗? 那么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行为。 幸福美满。 他看到一定神两目之心。 他很想学习。 在学习当中。 他免不了有疑问。 有疑惑。 他来向你请教。 你一定要详细给他讲解。 如果他没有向你请教。 你看出来。 知道他有疑惑。 知道他有疑惑。 也知道他有能力接受。 有愿意来修行。 那不等他说。 我们也要找他了。 来解释。 这个就是大经里面常说的。 菩萨。 做众生不群之友。 他没有来请教。 就要主动地给他讲解。 成就他的无边的三生。 法报应三生。 那么能成就别人法报应三生? 当然也成就自己的法报应三生。 自己这个三生没说呢? 但是前面讲了。 提用语言张持信德了。 这句话里头就含着有三生。 以利益众生同真不体。 自他不耳。 这是从教上来说的。 底下一段从原起说。 入来为法大臣者说。 为法罪上臣者说。 这是讲的原起。 金刚经。 对象是何等的人物。 这一小段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读诵金刚经。 修学般若法门。 自己觉得不得受益。 这一部经。 祝福赞叹。 祝菩萨赞叹。 烈代的祝福赞叹。 无论是哪一种。 无论是修学哪一个法门。 普遍的赞叹。 这不是假的。 为什么我们不得理。 读到这一句。 应该走了。 我们没有法大臣。 大臣是什么? 菩提心。 我们没法菩提心。 也许同修就说。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你自己以为发的。 菩提心是什么? 不知道。 已经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发的是什么菩提心呢? 菩提心,如果具体来说,是敬意三佛。 三佛最高的那一层是菩提心。 那么由此刻,菩提心是有基础的。 底下没有基础。 菩提心怎么能发得起来? 我们细心冷静地观察。 偶叶大臣。 偶叶大臣在药节里面, 虽然说得很简单。 真心、法欲。 夜心、求生、净土。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具备底下的基础呢? 具备了。 凡是这样的人,你去观察他。 他孝顺服务。 他尊敬四场。 他有慈悲心。 他不伤害一切都。 第一条服务,具足了。 第二呢,受持三规, 具足重界,不凡为业。 他也具足了。 他没有受过三规。 行事的三规他没有啊。 他真的回过头来, 专门依佛陀的教会啊。 他真诡异啊。 他没有行事。 他有实质。 他心地清净无染。 没有卧异。 那个戒就具足了。 他能够老实念佛, 那个老实微移就具足了。 可见的前面念佛, 人家圆圆满满地具足了。 我们自己冷静, 反省反省, 我们有没有去做。 还真有问题啊。 我们有没有做到小养父母。 这个在前面呢, 讲过好几遍了。 不必再重复详细说。 不仅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的心。 养父母之志。 这效仰的意思很深很广。 这效仰养父母之志。 这效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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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效仰养父母之志。 不是对老师很恭敬, 样样都把他伺候得很重要。 老师不要求这些。 老四是传道着 你真正能够接受 真正能把道发扬广大 老四欢喜 是不是真正居足了慈悲心 真正去修十善业道 这是第一幅 基础的基础 所以说学佛从哪里学习 从这里学习 不从这里学习 不能成就 那么我们看这里面的小株 发大臣 为发行菩萨道之心 这个是发大臣 一四红十月 修六度万恨 这个是发大臣 那么什么叫发罪上臣呢 发罪上臣的人为发烧龙佛中之心 这是最上臣 一四红十月 一四地 修六度 未必发心 是佛毁灭 弘法立身 未必发这个心 假如要是发少龙佛中的心 这个少龙佛中就是讲的佛祖 就是佛菩萨祖 祖师大的代代相传 大臣佛法 今天传到我这边上 我一定要继续把它传下去 要把它发扬广大 这叫少龙佛中 集成佛祖的假意 发这个心 那四十六度自然在其中 没有四十六度 那你这个做不到 所以这个比四十六度更要殊胜 更是难得了 那么佛这个心 是唯一这种人说的 为什么为他们说 因为这种人 智大 心大 佛要不为他说 夜朝直如的根本大乏 那佛就对不起这一类的根基 佛说法的应激而受 有这种根基的人 佛是一定要受 帮助他 满他的愿望 这些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如来即为如是发心者说 在信心奔利 一教奉行之人 其发心可知 这就是发大致力 发大致力 一定是信心奔利 一定是真正能够一教奉行 积开佛之间可知 这种人 得佛的佛徒的加持 他读经 他听经也开智慧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开智慧 为什么呢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 他把经典的理论方法 统统做到了 所以在生活里面会开智慧 在待人介物里面都开智慧 处处有物处 时时有物处 开佛之间 那么以前为什么不开智慧 以前没有法大学 齐心动念都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这叫大障碍 把你自性里面 因剥弱智慧 无量的能障碍 那么现在你依佛在金刚般若上讲的方法去修行 因无所助而行 不失那就不一样 这个障碍放下 所以时时时处处处 其为少龙佛之一颗 佛中一颗指 这样确确实实 有能力 有智慧 有智慧 有音乐 是佛慧明 红发行圣 作为发行圣 根系圣 根系 说在发行之后 他不是说 根系圣 发行圣 也 他不是这个说法 这个句子如果一颠倒 意思都不一样了 如果说根系圣 发行圣 也 我们想想没指望 我们的根系不圣 发行圣 根系圣 我们还有指望 我们只要发行 我们的根系 从列就变成圣 这就是充分说明了 所以我们不怕自己业掌重 不怕自己业掌重 不怕自己业掌重 书念得少 这个学历不够 不怕 怕的是自己不发行 念到大学毕业了 念到波斯学位了 他不发行 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人小学也没有毕业 他正发了心了 他一发行 他的根系圣 他就能够是佛毁灭 就能够弘法立身 发行 佛法的语言不在别的 就在发行 底下第三段 就核弹来说明 这个核是复活 我们今天讲 负起这个责任 弘法立身的责任 是佛毁灭的责任 担是担当 把这个担子跳起来 若有人 能受持读诵 广为人数 如来信之是人 习见是人 借成就不可量不可乘 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 如是人等 作为何但如来 欧六多罗三六三不体 这段经文是从正面来说的 由正行 当然还有从反面说明的 我们先看这段经典的意思 促发心修行之凡夫 祈福圣彼常见苦行之菩萨之 因其发少龙佛中之心 修少龙佛中之心故也 何但如来 正明其能修少龙佛中之心 这一句里的意思 这一小段 意思是 无限的生光 绝不能够粗心大意这样看过 那就太可惜了 不但你辜负了师尊 你也辜负了将军师的美意 佛在这个境上所显示的 这个粗发心的人们 这前面已经四次交量功德了 我们是不敌凡夫 烦恼一平都没断 但是你要真正发这个心 你的功德超过长劫 长劫那是不晓得他修了多少劫 那种苦行的菩萨 你超过他吗 你要问 你凭什么超过他 这些长劫修行的菩萨 还没有发心呢 丹起如来 弘法立身的担子 他没发这个心 那么诸位想想 长劫修行的菩萨都不如 我们修这一点 什么戒定会算什么 那怎么能跟人家比啊 这才知道 发心的何但如来 功德不可死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个佛爷自己暗示我们 你如果想你的功恨 超过长劫修行的菩萨 有没有方法呢 有 你发这个心呢 就超过了 也许有人问 这个心我发了 我没有智慧呀 没有能力呀 这个发也是空的 那你不是真心发的 你要真心发了 那个智慧能力呀 很快就得了 那怎么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的佛门里面有一句俗话说 佛师门中不识一人 谁也不识一人呢 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 你看看这里 你只要一发这个心 你看 诸佛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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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到了 都见到了 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这个心一发的时候 这个心里都放五无量的光明 这个光明啊 这个光明跟十方祝福的光啊 光光相映啊 立刻就得佛力的价值 这怕点的时候不肯发现啊 你就没办法了 佛一定价值 那就跟佛门评里面所说的 应以什么神得度啊 诸佛如来就化身来了 来指导我们 来协助我们 满足我们 是佛会命 和他如来的愿望 可见的 关键是你 有没有真正的发心 不是真正发心的 哪个不行 那么怎样才叫真正发心呢 其实这个经上讲的已经很清楚 很透彻了 一定要信心不逆 依旧奉行 那就是真正发心的 我们再把这一段的教义 落实在生活里面来说 大家就更容易明了了 你有没有真正的孝顺父母 真发心的人一定是真的孝顺父母了 他尽心尽力 他就做那是真发心的 主要想的 主要想的佛法的修学 是从孝顷尊丝 这你下手点了 真正封思思长 对于师长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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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师长的教会 不但是念念不忘 对于师长的教训 而且真正去做到 从这个里面 才真正看到信心不利 看到了一教奉行 这才能得诸佛如来 明洗言的价值 明加是你自己还没发现 福保佑 洗言是非常显著 譬如你自己已经觉得烦恼轻 智慧长了 从前头脑好像笨笨的 现在聪明了 这个都是好现象 以前心中烦闷了 现在心胸开阔 以前看人看似都看不顺眼 现在看人看似都很欢喜 经营界在转动 这个是得佛力加持 业障消失 智慧得能的增长 这说明这个人确实有能力 何淡如来 证明其能烧龙佛中心 修书必须明了教义 这个是修书的根本 教义不明 那你从哪里修起 所以一定心愿了解 佛教给我们那些道理 那些方法 这个很重要 云火淡灵 教义怎么明 多度大臣 先要把心量脱开 从前心量自私自利 要多读大臣经 大臣经 心量大 情修观现 以消其障 障是业障 业障要怎么修呢 怎么去掉呢 要情修 真修 认真努力 绝不放松 修观 修正我们的见解思想 修行 修正我们的言语造作 我们身的造作 口的言语 这是属于心 观形简单的讲 就是包括了 间接思想 言语行为 就包括这些 要认真努力 依照佛的教诲 把一些错误的行为 修正过来 这就是消业障 长求加弼 一开其会 求佛菩萨加持 不求佛菩萨加持 我们是没有能力 做得到的 但是求佛加持 不是在口头上 口头上求佛 求佛到底 要在行动上 我真的都做了 你不必要去 天天去求佛自自然的加持 如果业未在菩萨面前 供养祷告 祈求 这个思想 间接行为 都还是 常常犯过时 那个没有 那种求 是不会有感应的 感应道教 我们以思想行动来干 佛菩萨自然就有应了 这才能得到保佑 得到加持 一如是正上缘 寻修之力了 久久自明 可见寻习 宣是比喻 像寻乡一样 不能够中断 习是要实行的 也就是在生活 工作里面 认真努力去做 一定要把它做到 时间久了 自然就开智慧 明是智慧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事出事发的大道理 自然有误处 自然能够明达 再看底下这一段 利益众生为功 掌扬菩提为德 这个功德两个字 含义也是无忧穷尽 从大体上来说 功是修行的功夫 得是你修行的成就 那么在此地说 利益众生是功 大乘法里头 佛教导一切菩萨 齐心动念 都要为众生 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 为自己 不可以 有一念为自己 那以金刚经的标准 你就不是菩萨 你还有一念为自己 你已经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你四相居足 佛不承认你是菩萨 所以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弘扬佛法 我们要存这个心 这个心是菩萨 这个心才叫法大臣者 能法这个心 能到这样去做 你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 烦恼天天轻了 智慧天天增长了 得能天天增长了 这就是掌扬菩提 你对的是这个 智慧得能天天在增长 利益众生的事情 就做得更多更圆满 你做得更多更圆满 那你这个 善根获得就越来越大 越大为众生服务 这就越多了 越广了 相福相成 从初发心 一直到如来古地 就是这么一种事情 无边功德四字 遵明世今教义 由正体其用 遍满无边法界 利益众生 同正菩提 无量无边之功德 这几句话 如果不是在此地说的 我们听了很难接受 金刚经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听了这几句话 大概不至于反对了 也能够点头肯定 这个说法是事实 不是虚假的 无边功德 这四个字 是说明金刚经的教义 金刚经上所讲的理论与方法 确确确实实 有另一切众生 真性 禅宗里面讲的戒性 启用 这个讲的提 提跟现实 一个意思 提现是什么 我们读这个经验 也应该清清楚楚 也应该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提是无时无虚 所以佛教给我们无助 无助 无助是正体 身心是其用 而心不实是其用 不实代表六度万恨 代表我们生活的全部 变满五边法界 利益众生 统真菩提 我们自己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也帮助一切众生 如法修行 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无量无边的功德 真能教一切众生 同正菩提 这个地方 同正菩提 就是元臣佛苦 此地的菩提 是无上菩提 令一切众生 过过程 究竟圆满的佛苦 这是真一点 一点都不讲 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原理原则 就是确定明了 通达 认清了 四世真相 无事无需 我们在这个四世真相里面 怎样过日子 怎样生活 遵守着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与无时无需 完全相应 那个相应呢 就叫趁信其修 就叫全修再现 信修不二 就是这个意思 圆圆满满的 一丝毫的缺陷 都没有 那么大家也都听了 这样的话 在《金刚经》里面 听了很多很多遍了 为什么还用不上呢 还落在虚实里面 还以为 这五余六成 自己的色身 受相形实 还以为都是真的 以为都是实在的 原因在哪里 这个经义 虽然独多遍 听多遍 还是没有回进去 你如果要再问 为什么还领会不进去 虚实的力量不够 你还是没有觉悟 有些人听到 明白了 觉悟了 那是业障清点 我们讲什么 俗智障清点 他明白了 俗智障重的人 他没办法明了 诸位要是了解 这个情形 你就晓得修学 成功 关键在语言 如果讲因 我们每一个人在因 都去做 一切众生 借由佛信 佛信是成佛的真因 我们都去做 因要能变成果 当中要遇 善导到死 在观无量寿佛经 诸节里面 讲得真好 他说我们往生 凡夫往生 四图三倍九品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都在语言不同 这个话讲的是 我们听了 所有一切疑惑 都断掉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要遇到语言好 上上平往生 我们有份 都在一个语言 最深的年 是什么呢 遇到真正的善知 把这个经典给我们 讲解 分析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全搞清楚了 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 若非真正善知识 虽然给我们讲解 介绍 含糊龙统 我们对于教义 不能够透彻明了 甚至半信半信 甚至相信了 但是里头不清楚 总是像各一层的样子 这个就是语言 这个语言比较差了 语言不殊胜 所以第一个 是要遇善知识 第二呢 有好的同参道友 在修持过程当中 互相的谨策 互相的拟力 这非常重要 第三个 就是有亲近道场 没有人来障碍 没有人来打掀插 这都是语言 这三个缘要居足 大概这个人 一生当中决定得三 语言从哪里来呢 是在讲 要靠佛菩萨帮忙 我们固然发真诚之心 佛菩萨会到 这个也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以真心去做 真正发心 就由佛菩萨 就由护发神 在那里帮助你 那么这个功德 因为无时无需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你这个心是清净平等的 心里面不但没有支柱 也没有分别 所以他这个心 那个力量 是尽需从变法界 这个利益众生 太广大了 利益 我没看到 所以没看到 他这个能量 达到了 跟虚空伐界 一切读佛菩萨 就像那个灯光一样 光光护照 这一支灯光 不晓得这一支灯光 那一支灯光 也不知道那一支灯光 但是确实 光光护照 一盏灯里头 有一切灯的光明 一切灯里头 有这一盏灯的光明 这入华颜境界了 你看看 用这个金刚经 入华颜境界 太简单 太容易了 这个真正是一朝之 所以我跟诸位说的是 这个金刚经讲的是 远离远则 落实在四项上 就是大方光伏 华颜境 大臣无量寿境 无量寿境跟华颜境 无二无别 古人称之为 东本华颜 阿弥陀经 小本华颜 把这个无师无虚 无助身陷 身陷无助 落实在四项上 就是这个华颜三经 所以把这个和气来讲 那个意思就非常非常的圆融 真地是 必须空 净法界 利益众生 统正菩提 这个功德 不要说是 凡夫 没有法子说得错 诸佛如来 也受不出 跟普贤菩萨 占这个如来的功德海 一样 受不出 须知 因心同 因心不同 果报自然不同 这一句要说说 因形同 比如说 两个人同样持戒 戒心都非常 敬意 这是两个人修的相同 可是两个人的发心不同 一个人发心求自理 一个人发心求理他 那果报不一样 虽然修的行门相同 果报不一样 愚臣遍界分身 仆度寒食 不可量之化身 彼当法利益一切众生 以把一切众生苦之大悲心 发如是心 必证如是苦 他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 只举这一个例子 说明 因形同 因心不同 古报就不一样 如果我们要想成就 变伐界分身 这个极几几乎乎乎 跟如来 古地上的 得能 无二无别 静虚空变化界的化身 不是如来 做不到 那么即使是如来 都成了佛了 都圆满菩提了 智慧的能 完全都一样了 有些佛 地区是净虚空变化界分身 有些佛呢 这是一个大千世纪 两个大千世纪 这我们在镜上看到的 是个不可 千个大千世纪 并不是净虚空变化界的分身 那个净虚空变化界 它有没有能力 有能力 有能力 为什么没有献这个像呢 阴地当中 没有发这个愿 所以古地上 献的像就不一样 唯一读阿弥陀佛 它在阴地上发的愿 就是要读 净虚空变化界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因此成了佛之后 它献出的这个果报 超过祝福 是这么超过的 所以我们常讲 佛佛道同 为什么这个不同 因形同 因形不同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 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也像阿弥陀佛一样 尽虚空变化界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我们呢 因形不同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因心同 形式不同 我们跟一切诸佛菩萨差远了 我们那个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同 最得佛力圆满的加持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能力 变化界分身 这个里头趣味无穷 一丽神光 普度汉室 汉室是一切众生 特别值六道众生 十是八十当家了 没能够转世成智 所以汉室里头 包括的是六道凡夫 二臣全教菩萨 还没有破无名正发生的 都是汉室 就是都这些人 不可量之化身 那么现在 我们要做的是些什么 我们想有这样的成就 像弥陀一样 有这么样的成就 现在要发一个心 要发利益 一切众生的心 心发了 一定要用心 如果没有心 你这个心不是真的 发了心 后面一定做到 要做利益 要做利益 一起众生执行 哪一种利益 当前最需要的 新加坡这块建筑 人民生活很富裕 物质上不需要了 需要的是精神 需要的是觉悟啊 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那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利益 破灭开悟的 范围 很广 很广 方法 无由穷尽 我们理念之中 时时刻刻 要随意语言 随意力地去做 那我们发的这个心 是真心 不是忘心 莫的 是把一切苦 是为这个 不觉悟苦 迷惑颠倒之苦 妄想 烦恼之苦 生活工作当中 产生错误的苦 我们要怎样帮助众生 开心 当然 最好的方法 是劝人学佛 以种种善求方便 劝人学佛 可是你要劝人学佛 你自己先要学佛 自己不学佛 劝别人学佛 别人很难接受过 比如 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你自己要孝顺父母 你自己要奉思思长 你要做出来给人看 然后你劝人 人家相信 人家会受感动 自己做不到 单单是言语上 劝人们 没有用处 心愿要自己做到 我们今天 劝人学佛 这个工作 做得很多 但是效果不大 原因是什么 我们自己没做到 我们自己真的要做到了 效果就不可思议 先从本身做起 劝人听经 我自己要听经 我自己不听 劝人家听 你为什么不听啊 没有理由的 特别是此地所讲的 何丹如来 是否毁灭 你要发这样的心 那你就不能不听经 你发心将来 要弘发立身 要讲经说法 法师讲经 你不听经 将来你讲经 也没有人听你的 英语古报嘛 古报不可思议 世出世间 一切法 都离不开英国的定日 这个要知道啊 我希望我讲经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认真 来听 真正得到法医 别人讲经 我去听 就要认真 这古报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大城华里都藏水 不但是菩萨 祝福 祝福如来 不清出世 这是华阴经的教义 华阴经是一味事 一切为人 等着菩萨 不敢轻慢出世 初学人来讲经 他也恭恭敬敬地来听啊 也如理如法 不舍为一眼 这一桩事情 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在台湾 李宾老 常常赞叹 周邦道去死 他确确实实 但是做到了 不清脑出世 周先生 他是大学教授 他曾经做过教育厅长 主持一个省地教育 一生从事与教育事业 晚年跟李老师学佛 我们这些同学 初学讲经 程度里面 几乎一半 小学程度 我们在台上讲经啊 周老师在下面听啊 不但恭恭敬敬地听啊 他还拿笔记本做笔记 他不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 每一堂听经啊 他都在笔记本啊 所以李宾老 对他多次的赞叹 因为啊 他是我们最好的修学榜样 他的夫人感应地藏菩萨先生 地藏菩萨的化身 有这么一段语言份 可见的 可见的 那个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应于过 我们一定要重视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 大家对英国疏忽 以为这是迷信 他不知道这是事 佛在大臣经上 常常常说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也就是舍法界一正壮业 他的真相就是 夜阴果报的相续相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佛在此地 在教我们生心 要生善心 要生利益一切众生之心 不能生自私自利的心 要知道那叫轮回心 把自己写掉了 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菩萨心 你看一个轮回心 一个菩萨心 夜念之间 就看你怎么个转发了 念念为一切众生 这是大悲心 发如是心 逼真如是果 因果丝毫不爽 发什么样的心 后面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 愚臣复会庄业 向好无边 不可称之报神 必当发光秀六度万恨 要及一切善发行之身心 前面这一段 讲求的是无量无边的分身 就是硬化身 你应该怎么个修法 要修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齐心动念都要利益一切众生 那么如果要想成就自己的报神 那怎么修法呢 修身心的报神 修大悲心的硬化神 修直心正法神 你看菩提心里面讲的三心 直心 身心 大悲心 这三心正三身 必须三心 语言法 必须三心 语言法 我们的三身才语言正 明了这个因果 我们自然就会认真 陆离地去做 佛会装进 向好变 经上常讲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那是硬化神的佛 印圣佛 向好无边 这是讲的报神佛 你看观无量寿经 赞叹的西方世界阿彼陀佛 佛有无量相 向有无量好 不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向好都说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向好从哪里来的呢 身心来的 身心是什么心呢 要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 好心 好心就得好相 就得好报 好心 什么样的心才算是好心呢 好心真的有标准 广修六度万恒 这好心 我们通修六度万恒 行门 行门是我们生活行为 生活行为无量无边 从早到晚 其心动与 言语造作 从年初一到那月三十 从我们出生到宝剑 这一生就说不尽了 那要说到过去无量节 那哪里能说得尽 无量无边的 这个生活行为里头 统统遵守六度的纲领 不失十几位人 这个意思要懂得 不失十几位人 念念为一切众生 这是不失 持见样样如法 守规矩守法度 忍辱无论大小事情 有耐心 有毅力 没有耐心不能成就 仅仅是不断地改进 改过时就又进一步了 改了就进步了 不断地在改进 成定是你心里面 有一定的方向 有一定的目标 不会杂乱 这个一杂修一乱修 就不能成功了 所以说禅地心有主宰 不为外境所动 不但不为五欲六成所动摇 不为一切发门所动 花音经上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就是表演这个发明 说再讲 善财童子所作的具体内容 五十三餐 就是六波罗米 你看他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 到后面是念得理词 那个念得理词是不施不罗米 不施放下了 我很感谢你 你教的我的法门 我不学 我再去采访别人 他自己修学的什么呢 念佛法门 谁教他的呢 根本的那个老师教他的 他没有改变初衷 他的根本的老师 文术斯利菩萨 文术菩萨 我们的经文里头 没有看到 他教他念佛法门呢 经文字面上没有啊 意思有啊 意思在哪里呢 文术菩萨 法院求生净土 他是文术菩萨 最得意的弟子 你想想看 文术菩萨叫他什么 如果不叫他念佛法门 那哪里是 入室弟子 他不是入室弟子 意思有啊 老师是求生净土吧 老师知道这个法门第一吗 一定是传他第一法门 不能把第二法门传给他吧 这是意思 暗中有 你要能从这上面就看 去体会经文上面有 意思有 经文上明显的呢 也形式出来了 第一个参访 对云比丘 对云比丘叫他念佛法门 这是明显的意思 暗显明显都出来了 到最后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之路 那就整个都出来了 原来 善才是修这个法门 参访种种法门 一切法门 他都知道 他没有一样不想的 你要问他 他都知道 你要想学 他都可以教给你 但是他自己不学 念得历词 那个历词 历词很深 放下了 不但誓言放下了 佛法也放下了 真正是一门神 禅定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 都在这里显示 他没有智慧 他不敢关下 唯有高度的智慧 真正的定功 他才不为一切法门 所动摇 所以这个般若智慧 从这个地方显示 出来 那么我们要 要急 要是欢喜 欢喜集结 一切善发心 这是神仙 这叫好心 心里面 无论是对人 对私 对我 一丝好的恶意 都没有 念念是 利益一切忠诚 利益一切人 一切无 一切私 总是怀了一个利益的心 绝对没有一个不利之心 这样的阴行 得的果报 就是相好无边 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从现在就要发心 发心是越早越好 先越发了就干 要认真 要努力 要毫无爆料 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不能有丝毫的保留 保留算是令私 财务保留 令财 发要留一点 就令罚 令财得贫穷果报 令罚得愚痴果报 我们不要贫穷 我们不要愚痴 但是财法都不可以吝啬 尽心尽力去修布施 去帮助一切众生 那么这个是神仙 粗法师 尚未断念 这个都讲到老实话 落实在我们现实的基础上 我们的烦恼未断 至今不愚痴 要不要修呢 要修 只有向生灭门中 精进进清修 不着想 不怀想 谱立一切之六度 我们先这样做 什么叫生命门 不必去理会 生命门所讲的就是这个念头 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生命门里面吗 没有办法断这个妄想分别执着 但是游路可走 要紧的精进勤胸 这四个字 特别是那个精 精就是精仪 纯仪 专仪 才叫精 精的反面就是杂乱 杂修 乱修 那就不精了 精是进步 进步大家都在求啊 很努力地在求进步啊 但是他那个进步啊 是精纯的进步 还是杂乱的进步 那个果报完全不一样 精纯的进步 给诸位说 你能够得三内 你能够明心借心 也就是你能够开薄弱智慧 利益在此地下 如果是杂经乱经 你也有进步 你的进步将来得什么果报呢 可以成为全世界的佛学博士 你将来可以著作等身 讲得天花乱追 但是你的烦恼不能断 你的妄想不能断 你将来还继续搞六道轮回 佛门里面所果证的这些事 与你没分 这个厉害得实 我们要搞清楚啊 关系太大太大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砸不得 乱不得 我们修佛的人 念念要利益众生 不能害众生 你多学几门口 那是害众生 那个不是利益众生 到什么时候再劝他 你要多学呢 他已经得定 已经开智慧了 在我们大乘佛法里面的标准 破一瓶无名 正义分发生 这个时候光学断了 为什么呢 四红十元 烦恼无尽十元断 你断了 剑四犯他断了 尘杀犯他断了 无名破一瓶了 你有资格广学得文 所以华言间是佛讲的第一步简单 是我们大乘修行的范本 典范 你看上才通子 在文殊菩萨会 这一会上 得根本志 什么叫根本志呢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 这是根本志 没有这个程度 不可以离开老师 要受老师的照顾 你智慧没有开源 邪正 真假 厉害得实 你没有能力辨别 我现在也不错了 这个什么妖魔鬼怪 我一看就清楚了 可以辨别了 你要把楞严经里头 五十种阴谋拿来看看 你就傻了 我们反复看 完全是佛经节 百分之九十九跟佛经节一样 里头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越是高级的魔 不得了啊 他也是金色身 也放金色光明啊 你怎么能辨别 那是魔啊 那不是佛啊 丝毫不一样 这就不像他 我们所晓得的 佛的金色光明跟佛的光明一样大 但是魔的那个金色光明啊 他那个光啊 刺眼镜 像太阳一样刺眼镜 光强烈 而佛的光明是柔软 不刺眼镜 你除这个之外 你根本就不能够辨别 所以一定要破一瓶无名 建一份法身 那楞严静上 无视中间魔 你有能力辨别 一接触就明了了 这样才可以出去参取 所以他一出去 参这个德云比丘 他就是圆教祖祖 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 他的菩萨的位置身高一级 五十三参 他就圆满成佛了 他参访哪一位善知识 那个善知识 代表哪一个等级的菩萨国位 善知识就达到他的国位 就达到这个等级 所以是一身圆满 成佛化业 讲得详细 我们现在用功夫 就是在不着相不坏相 不着相不住 不坏相身心 无论修学哪一个方法 你念佛也好 无论闲教 无论闲教密教 通通通通达 没有一个法门能够违背这个原则 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的 一定要论修 能在这个地方生起信心 不逆 非依照这个方法做不可 你能够有这个坚定的信心 有这个真切的认识 你这一生决定要成就 普利一切众生之六度 这个六度是以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做基础 这才能成就 且无时来妄想 非历思练心绝不能处 无时接来的这些妄想分别之处 怎样处掉 要在思想上锻炼 才真的放下了 如果不在思想上磨炼 你的方向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大乘菩萨修行 要接触群众 不能躲在深山上修小城 小城是摆脱社会的清净心 大城是在红城里面修清净心 他要在五与六城里面 始于五与六城 心地一丝毫不战然 这叫真功夫 不是离开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能够出头的都成菩萨了 失败的都被五与六城卷下去了 都堕落了 所以小城呢 虽然不及大城 小城有好处 避开 我没有这个力量对付你 我躲你 所以小城 所以小城人堕落的很少 大城人堕落的很多 道理在此地 大城人成就的 那小城人是望尘莫及 成就的 可是淘汰率 大城淘汰率就太大太大了 真地像佛在经上讲 末法时期修学其他法门 一亿人修行 难得有几个人成就啊 为什么都被淘汰掉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甚至高位的菩萨吧 什么菩萨 我们在经上读过了 八地菩萨才不退转啊 才真的不动地了 那么由此可知 七地以前都保住啊 这才知道 难 真难了 七地之前保不住啊 有的时候遇到境界 还会退转啊 八地才保住了 不动地了 那么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奥为悦志菩萨 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加持的 使我们得到像奥为悦志菩萨一样 不退转 不退转 欧为悦志菩萨一样 不退转 欧为悦志菩萨一样 但是你要真练才行啊 你不能随着境界走啊 随着境界走就坏了 真地在这个里面练 为悦志菩萨一样 出真经 无量寿经上金体 清经 是三宝 平等是法宝 平等是真 觉是佛宝 所以金体上三宝之足 三舌之足 清经是戒舌 平等是定舌 觉是慧舌 戒定慧三舌之足 我们寿三归 到哪里就归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看看我们觉不觉 静不静 正不正 点点滴滴上 都是觉真经 这才叫真正三归 不是在佛菩萨面前 有口无心地念念三归的文 那可能没有用处 那是假的 行事 一定要认真去照做 这才叫你真的回头了 你真的依靠三宝了 这就是在一切四项当中 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 是不是在觉真经 如果不再确认 如果不再觉真经呢 那一定是迷邪然 迷邪然 轮回心 还是高六大轮回 觉真经呢 菩提心 这就是做佛 做菩萨 心不一样 所以在历史恋心当中 才能把妄想 烦恼抹掉 此界学佛之 仅要关键 真正是 仅要的关键 诸相 一心不识六度 业欲照明 彼之退心 我们看到 很多修佛的同修 退心 发心出来 讲经说法的法师 退心 退心的原因 对你好啊 说出来了 原因是什么 住相 就住相 他有执着 有执着 也遇到障碍 当然就退心 当之妄想 未先 其念 便住 哪有不住的道理 一定会住吗 一妄想 没断吗 分别执着 不断吗 与四句中 彼之一句 空 有 一空一游 非空非游 一定 落在一句里 可是这个四句 注意要想着 落一个 四个都去做 就像前面讲的四项一样 只要落一个项 全部都得了 过于得不住 不住 四句戒离 必须无力 这个事情又难了 无力 我们哪里能够做得到 做不到 做不到也要做 不做不行 不做 不多久 就又要入轮回了 非干不苦 那怎么做呢 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原则 我们不能做得很彻底 很圆满 很究竟 能做个一分两分就不错 不能完全不做 这个意思就是 叫你看破放下 你能看破一分 放下一分 得一分的受用 能看破两分 放下两分 你就得两分受用 读这个经 真的会开智慧 公公经经的读 诚诚恳恳的读 自由无处 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力 待人皆无 常常想到 无时无虚 常常想到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帮助你方向 帮助你不捂住 然后 记取佛的教训 念念当中 利益 一切众生 这是身心 身心的时候 就是无助时 无助时 就是身心时 这是一不是二 这个境界就好了 能这样修 能够这样念佛 求生尽度 功夫得力 不是这样修法 第一 功夫很难得力 功夫得力 那个样子是什么 自在往生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想多住几年 决定不该死 生死自在 来去自由啊 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其他的 叫鸡毛蒜皮 不成问题了 得大自在 你这一生的生活 真的是 究竟圆满 幸福自在 真得到 那么由此刻之 将就是在柱子里面 为我们说出 这个是如来 究竟圆满的法宝 在般若会上 为我们 喉盘 透出 我们这个经文 越读 越觉得 将军是这句话 真实不虚 过能一教风险 必定得 如今中所说 无量无边的 功德利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